怎么啦?留下就是玛丽多书院 读书是我的本分 OK,现在发展上海松税,海松家居 此家竟然不得了吗?你收得了吗? 我是阿尔玛丝爸爸的老婆,我今天又要努力工作了 受到发展商邀请,今次来参观波达路途128 又有新狗作,之前有些一房单位送家师送税 今次将这个安排延续到两房单位 米高当然第一时间带大家参观 这个是一个改动作,这个设计很好 可以保持开放式厨房的弹性之余 亦都可以避免油烟地走出厅 好,我们介绍一下厨房 这里全部存在空间做到顶 Mirror的抽风机 下面有蒸套爐,当然是明火 这里是洗手盆 这个采光窗,不错的景观 当然,洗衣干衣机,红酒柜,大冰箱 我不一一打开了 试试试,看不看 这里,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马上跟你揭条 其实在塘梯上面可以放空间 存在空间 今次这个单位579尺,两房间间 看到这个长方形,其实非常好摆位 这边是向西,有阳台 这边是向东,也有落地玻璃窗 可以做一个东西对流通 哦,我就想想想,晓务日出又看到阳光 晚上人乐又看到黄昏 多么的浪漫事情 带你参观一下,两间客房的第一间 小客房 这里有个阳台可以抽类悬悬悬悬框问题 这个空间就我觉得OK 但是正在我們流程度高 所以看出去的景观都非常开阳 最主要是麻烦你拍一拍 这里有个客位,干湿分离 用料其实真的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小区用上玫瑰金贝的配件 非常漂亮 这个就是主人说的空间 当然双人床是绝对没问题的 这个L型的转角彩光全落地玻璃窗 阳光很充沛,其实很舒服 虽然现在是夏天的时间 但是因为发电商用上这些全落地 加上IGU双床隔空玻璃 所以阳光光都是不热的 OK的 我们来做个总结 Order到128 现在进入最后倒数 今次发电商又送税 接着又送全屋家司 接着还要减价 哇,这些单位你猜多少钱? 呵呵 1100多万买到一个500多尺的大量放宅位 还要何文田学居 楼下虽然不接近地铁站 不过全部太子道西界限街 都是整个九龙中心的主要港道 巨量交通工具选择 如果千一二万你想在何文田 买一个学区房优质项目的话 留言区 痴痴痴 痴痴痴 我叫小技说 发视频给你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